今天我們介紹兩個鐵型運動的組合 今天我們有兩個物體 他做姐姐運動的時候 他的方向是互相垂直的 一個在X方向一個在Y方向 如果在X方向的 他的簡協運動 他的正幅是AX 我們用Cosine Cosine Omega T 再加上 他的Initial Phase 我們用Theta X 另外有一個物體 他的簡協運動是在Y方向 他的正幅是Cosine 正幅是AY Cosine Omega T加Theta Y 這個是他們的Initial Phase 那麼在正當的時候 我們現在看 假如 這個不一樣 這個呢 也不一樣 Ceta X Ceta X Ceta Y 也不一樣 如果說 我們先看一種狀況 如果 Ceta X 等於 Ceta Y 的話 那麼這兩個 Cosine 它的Face 完全一樣 完全一樣 就是說 Cosine 在Cos 裡頭的角度 完全一樣 那麼我們把這兩個式子 比一下 我們 比如說 我們拿這個 或者是YT比XT都可以 它就等於 我們拿YT比XT好了 好 這兩個比值呢 就等於它正伏的比值 正伏的比值 那從這裡我們就知道 YXT 它是等於 AY over AX 三三 XT 那麼這個Y跟X 這就是Y都正向震動的時候 這個指點對平衡點的位置 這個是橫向震動的時候 指點對平衡點的位置 這兩個是一種線性的關係 那如果說 那如果說 AY 比上AX 等於1 如果是等於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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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於1 XT 那也就是說 它的斜率是1 斜率是1 斜率是1的話 這X方向 這個Y方向 那麼 它就是45度 Tangent 45度就是1 这个笔值就是AYB3AX 这个角度的Tangent 我们写这样子好了 所以它的震荡就是在这里震荡 这个就是XT 这个就是YT 它在这里震荡的时候 它到这个位置XTYT 到这个位置YTXT 是这样子的 如果当初这个地方是X等于Y加π 它就说或者是Y-X等于π的话 Y-X等于π的话 那么这个就差一个符号 那么又这个等于1的话呢 它就是往这边的一个斜率 那么这种就是说 两个合成的 本来是在这里震荡 一个在这里震荡 两个合在一起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个物体的震荡 是这样子震荡 变成这样震荡 好 如果说 我们现在再看另外一种状况 如果说 θY等于θX加2分子π 加2分子π 好 加2分子π 那么我们就看它的XT还是保留 原来的样子 AXcosOmegaT加ZX 好 YT呢 它就变成AYcosOmegaT加5Zy θY是θY是θx加2分子π 这个加2分子π的话呢 这变成第二项线角是负的 然后cos变成sin 所以它就是负AY 所以它就是负AY sinOmegaT加Zx 变成这样子了 变成这样子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怎么看它的关系呢 我们就把这个除过去 我们说XT over AX 这个等于 如果这个平方的话 它就是cos平方这个 然后再加上 这个除过去 也取它的平方 YT over AY 这平方 要等于 sin平方加cos平方等于1 等于1 OK 那这个就等于是X平方 我们T就不要写了 我们T就省略不要写了 X平方 加上Y平方 然后就是AY平方 等于1 这是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方程呢 什么方程呢 是不是人呢 是不是 我们现在看看 假如 这个等于AX 等于AY好了 AX等于AY 我们令它等于某一个 某一个数字好了 某一个数字 这个一画 你就知道是什么东西啊 这是 我们画出来就等于X平方 加Y平方 等于A平方 这是一个圆 对不对 一个circle 一个circle 如果AX不等于AY呢 那么它就是一个椭圆 那么像这个 像这种状况 它的震荡的时候 它会在这个地方震荡 在这里震荡 不过它这个震荡会动 会动 OK 会移动 一下子又跑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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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 它震荡的时候 这个会移动 移动 OK 所以 有的 它是个圆 但是这个圆 要根据它这个数字 是正二分之拍 还是负二分之拍 那么 一个就是 你如果拿左手这样比 这个叫做 左旋 如果它是这么转的话呢 就是右旋 OK 你现在先不要管这些 你就记得说 两个 互相垂直方向的 简线运动 合成以后 它有许多种 有的就是像这种线性的 有的是圆的 AX等于AY的时候是圆 AX AY不相等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椭圆 OK OK 这个是两个 两个物体做互相垂直方向的 简线运动 它合成以后 有许多种的情况 好 接下来 就要跟各位介绍 一种现象 就是 我们一个系统 它原来有一个平衡位置 如果它在平衡位置的时候 它原来是静止的 不是外力 它就永远静止 如果它在平衡位置的时候 一旦是外力 给它一个轻微的移动 从平衡位置移开以后 这个系统就是做震荡 那震荡不一定都是减协运动啊 减协运动是震荡里头的一种 我们已经讲过 什么样的震荡才是减协运动 那么现在我们要判定说 一个系统 它在震荡的时候 是不是减协运动 这个问题很多 那所以你们要记住 我们如何判定它 那么有一定的程序 这个程序呢 我们要借助做练习 把它记清楚 好 我们现在看这个 第一个就是 我们以前讲的一个物体系在弹簧上面震荡 我们都是局限在水平的震荡 现在我们把弹簧啊 竖起来 就是垂直的悬掉这个物体 然后让它震荡 现在要问 这个震荡是不是减协运动 如果是减协运动 那么这个物体的震荡周期是什么 好 我们要看这个 好 我们首先看 假如这个弹簧 原先是这样子的 它的长度呢 是L 长度是L 圆长 那这个弹簧的质量 我们先不记 不考虑它有质量 OK 那么它悬吊在这里 圆长是L 它的立长数呢 是K 立长数是K 好 我们现在把这个 弹簧底下 有个勾勾 我们勾上一个物体 勾上一个物体 我先画 勾上一个质量为M的物体 勾上以后 我们用手托住它 然后手呢 慢慢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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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跟着你的手下来了 因为它有重量啊 就把弹簧给拉长了 当你手退退退 退到这里的时候 它跟到这里 你一放 再往下 它不下来了 那么这个位置叫做 这个弹簧的 心的平衡位置 我们本来预定 本来设定是 弹簧没有伸长 没有压缩的时候 它的长度 它的位置 那个位置叫做 这个位置叫做平衡点 那现在掉了一个物体啊 它就伸长到这里 这才是它的平衡点 这个叫做 心的平衡位置 OK 心平衡位置 我们就以弹簧来看好了 其实你应该画到这里了 这个是心 平衡位置 好 那现在我们就把这个心的平衡位置 要它的关系算出来 小天说 放下来以后 它挖长了一个 Delta L的长度 距离这里 Delta L Delta L的长度 OK 好 那么我们就看这个物体 在这个时候 它是平衡状态 平衡状态的话 它的合力要等于零 好 那么我们就这里画出它的合力 MG超距离 然后呢 弹簧给它一个向上的力 叫做elastic force elastic force 好 这个物体因为在心平衡位置 所以它是平衡的 好 于是我们就有这么一个等字 感谢您的 它的合力 Y方向的合力 向上的F elastic force 减掉向下的MG 要等于0 那么elastic force 等于什么呢 elastic force就是 这个时候弹簧 比它的圆长要多了一个delta L 所以这个力是向上的 它就是K 乘上delta L 我们把这个带到这里来 于是我们就有 K delta L 减 MG 要等于0 在新平衡位置 有这么一个关系 其实你可以从这里解除delta L delta L等于MG over K MG知道 K知道 那delta L就知道 它生长这么多 不过我们等等要用到 这样的一个式子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式子 摆在这里 然后呢 它已经平衡了 在这里平衡了 你不去动它呢 不再增加系统以外的力呢 它永远静止在这里 好 现在我们把这个物体啊 往上提一个Y公尺 往上提一个Y公尺 好 我们还是画这里 好 这个地方 这里 如果是歪公尺 歪公尺 那么这个时候 弹簧的身长 我们画过来一点 好 弹簧的圆长 跟这个地方的距离 弹簧的圆长 就是你拉到这里的时候 这个弹簧比这里要长多少呢 本来这整段是delta L 现在上来一个Y 它就是delta L-Y 好 这个是新平衡位置 新平衡位置 那就是Y等于0 我们设定这个 设定这个地方 叫做Y等于0 新平衡位置 OK 好 那么 就在这个时候 我们拖上去的时候 拖上一个Y公尺 然后手 一方 它就要 因为这个时候 它的力不是平衡 这个时候是平衡 挖这么长的时候平衡 这个时候不平衡 我们就看它所受的合力是多少 Mg是不变的 但是 它的F elastic force 变了 变成 elastic force pam 因为它缩短的程度 不一样 它这个时候 缩短的这个程度 我写错了 这个是 在这里 应该是这个 delta L-Y 我们就看 这个时候 它的合力是什么 在那个时候合力是什么 但是你一定要把这个话写出来 就你怎么做的要写出来 我们说 将物体 从它的心平衡位置 往上拖 上拖 歪空尺 上拖歪空尺 然后 从镜子 释放 的瞬间 就在这一撒那 我们要看它的外力是什么 一放手 这一瞬间 物体的外力 还是 Sigma Fy 这个时候 它是等于 F Elastic Force GNMG 但是它不是零 不是零 它要等于什么 等于 MA 这个 要等于 MA MA 我们等等再写 最后再写 这个是 好 现在我们看 F Elastic Force 我们先写也没关系 MA 好 那么 这个时候 A应该是 向下的 这个A应该是向下的 我们写一个 我们这里写一下 在这一瞬间 在这一瞬间 这个物体 有一个向下的 加速度 F Elastic 它是等于K 乘上它比原来长多少 这个地方 比这里只长这么多 Delta L-Y 好 我们把这个带进去 带进去 所以我们就会得 F-Y 等于K Delta L-Y 减掉MG 好 我们把这个 这两项 合在一起 然后再减Y 减Y OK 好 这个是第二式 我们把第一式 带入第二 这个等于0 所以我们就得 Sigma F-Y 要等于 这里 F-K Delta L-Y OK 听得 这个是 我看看 这个是Y 是不是 上次应该 Delta L-Y 对 它应该K 在这个外面 K在这个外面 K在这个外面 这里有个K 所以它是等于 F-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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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它是等于什么 等于M 乘上一个 F-A 所以它的A 是等于什么呢 向下的A 向下的A A是等于 K over M 再乘上 Y 我们可以把这个向量 写出来 这个是 上 因为 原点在这里 原点在这里 它现在是向上 向上的时候 它的加速度 是向下 如果当初 你把它 往下 拽一个 Y公尺 它的加速度 是向上 因此你如果写成 像样的话 你要 用这个式子 好 我们看到这个式子 我们就知道 它是一个什么运动 简谐运动 这个简谐运动 因为我们上次有 跟各位讲 你怎么判断一个物体 是不是 简谐运动呢 一个就是 从 从原来这个式子 原来这个式子 就可以知道 我们从 Sigma FY 合力 合力要等于 F KY 合力跟Y成正比方向相反 判定它是减轻运动 然后就是从这里 A 我们可以加这个 没关系 A是等于 FU K OVERM Y 加速度也是跟 位移成正比 方向相反 所以我们从这里 就判定它 是 减轻运动 固 减轻运动 你可以简单写 SHM Simple Harmonic Commotion 就好了 好 那我们可以把 这个式子 就把它写成 B平方Y over DT平方 加上 K over M 再乘上Y 对于0 因为一维运动 我们就不要写向量了 好 那这个就是一个 把这个令它等于 Omega平方的话 那么它就是 减轻运动的一个典型的 微分方程 所以我们令 K over M 等于Omega平方 那它就是一个减轻运动 一个微分方程 好 像这种减轻运动的方程 它的T 是等于 2pi over Omega 就等于2pi 根号 M over K 你看 这个减轻运动 的周期 跟它 同样这根弹簧 同样立场数是K的弹簧 做水平震荡的时候的减轻运动 是一个样子的 它的K还是这个K 就是说 水平运动的时候 水平震荡的时候 弹簧的立场数是K 做垂直震荡的时候 它还是K 它的周期是一样的 这个问题 你回去要仔细的 把它了解 这句话 一定要写 以后我们有几个问题 都要写这么一句话 这是它的一个程序 你知道吗 你第一个要把 这个系统 新的平衡位置 找出来 平衡位置 然后把它从平衡位置 用外力 让它从平衡位置 移开 顺着它那个式 移开 像这个弹簧 你就顺着这个式 往下拉 或者往上提 你不能往旁边去掰它 OK 然后 做一个位移以后 从镜子释放的瞬间 看它的合力 其实你只要看这个就够了 这个 等于 最后画成这个 这个等于它就好了 你这个都不必写出来 没有关系 我们不要看这一步 有这一步 因为有这一步就够了 那就可以 判定它是做简弦运动 好 我现在再做一个题目 单排 单排 simple pendulums 你们做实验都做过单排 高中也教过单排 那么单排呢 它原来是这个样子的 它用一个很细很细 没有质量的绳子 垂直 悬掉一个质点 这是一个质点呢 质量是M 假定这个单排的长度是L 这就是它的平衡位置 它这个质点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你只要不用外力去碰它 它永远静止在那里 好 现在我们用外力 把它从平衡位置移开 我说过你要顺势移开 你不能这样转 没有用 这样把绳子转断了 你就要顺着势 它如果摆的话 它一定是这样子摆 对不对 你顺着这个式 把它移到这个位置来 移一个θ角 移一个θ角 踏到这个位置 你就在这个位置 放手 从镜子开始放手 它就开始在这个地方摆动 问你 这个质点摆动的时候 它是不是做减歇运动 是不是做减歇运动 那现在你要怎么办呢 一定要找平衡位置 现在就是这个平衡位置 好 我们把它用外力 拉到这一点 缓慢拉到这一点 然后从镜子释放的瞬间 这句话一定要写 将指点 从平衡位置 从平衡位置 拉到这个脚 拉到θ的脚位置 然后呢 然后呢 从镜子释放 是瞬间 你把它的外力画出来 把它的外力画出来 看它受哪些力 这个时候它受哪些力啊 超距离 MG 你画这个一定要要写项量啊 因为这是个项量 还有呢 它的张力 张力我们现在改用 用P好了 因为大T啊 我们现在是用来做周期 代表周期 免得它与张力混在一起 张力是P 就是这两个力啊 好 那你现在要用牛顿第二定律 用牛顿第二定律的时候 你就要看 这个物体是做直线运动 还是做转动运动 如果是直线运动 像弹簧 刚刚弹簧 那我们就用F等于MA 用牛顿这个第二定律 那现在它是做什么运动 它不是直线啊 它是在这个地方摆动 对这一点来说呢 它是做圆周运动的一部分 一个转动的物体 我们就要考虑它转动的牛顿第二定律 就是Sigma Talk等于什么 它的合力 Sigma Talk等于I Alpha 要用这样的式子 那现在我们就另 这一点叫做O点 我们就把这个指点 对O点的力举 把它写出来 Sigma Talk About Point O 张力因为经过O点 所以它就没有力举了 没有力举了 只有Mg是有力举的 Mg的力举呢 就等于 这个 就是力 作用线啊 这个距离 这个距离其实就是这个距离 就是这个距离 这个距离是什么呢 L L3 Theta 这个距离是L3 Theta 所以它的力举是 这里空间我要写一个负号 Mg L3 Theta 因为Theta往这一边的时候 Theta往这一边 脚位移的方向是这个方向 Tog是什么方向 Tog是R cross Mg 这个方向 Tog是这个方向 Theta是这个方向 这两个方向相反的 所以呢 我们要加一个负号 又是E为运动嘛 加一个负号 好 这个是 力举的 来源就是Mg 有这个力 产生的力举 它要等于什么呢 等于N 等于I Alp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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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pha也是朝 Alpha跟力举是同一个方向 Alpha 现在脚加速度是这个方向 Theta这个方向 脚加速度是这个方向 如果你拉到这一边来 Theta朝这里 Theta朝这边 Alpha就是朝这边 相反 好 那么我们再把这个I写一下 I等于什么 I O 跟这个一样 I O就等于 值点 乘上L平方 好 这个Alpha呢 可以写成 D平方 Theta Over DT平方 所以整个这个式子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这样子 好 这两个可以合并 L约掉一个 ML约掉一个 它就变成G Over L 不过这里是个 Sine Theta 等于0 好 这个式子 跟减斜运动的 典型的式子 不一样 如果你这个Sine Theta 是个Theta 不是Sine Theta 那就跟减斜运动的典型式子一样了 G over L 就可以看成是Omega平方 它就是减斜运动 所以它现在不是 它是Sine Theta 所以说一般说起来 这个单摆的运动 不是减斜运动 就是说一般 情况 单摆的震荡 非减斜运动 不是 不过 如果Sine Theta 很小的话 小角度震荡 小角度震荡 就是说 Sine Theta 也就是说 Sine Theta 甚小 Sine Theta 相当小 小到什么地步呢 让Sine Theta 可以妈妈糊糊地写成它的 弧度值 Theta的正弦函数 如果可以妈妈糊糊写成 Theta的弧度值 那就是相当小了 这个时候 那个式子就变成这样子 这个就是减斜运动 这个就是减斜运动 减斜运动 那么它的Omega平方 这个时候就是G over L 那么它的周期 就是2pi over Omega 这个是等于2pi 根号L over G 所以单摆个周期 是跟它摆长的 长度的平方根成正比 跟重力加速度的平方根成反比 那么这个在应用上 我们已经用了几百年 比如说我们的以前古典的钟 都是有个百 所以百来回一次就算一秒 那么它正的快 那一秒钟就比标准的短 如果正的慢就比标准的长 因此你这个钟会快或者会慢 那你现在要修理它 要调整它怎么调呢 调它的长度 百长 让它不会差很多 它有一个用螺丝转的东西 转那个 就让它的百长 缩短 如果你太慢就把百长缩短 如果你太快 就把百长深长一点 那么还有一个作用就是 它可以用来测当地的重力加速度 如果你百长都一样 你摆在各地来测它的周期的话呢 不一样 那么我们探测地底下 它到底是什么东西 比如说是石油 石油跟一般的这个地质不太一样 它的重力加速度就不太一样了 那么因此我们测定这个呢 可以测定这个就可以求出它的重力加速度来 好 因此呢 这种状况啊 是在它做小角度震荡的时候 小角度震荡的时候 如果它不是小角度震荡 它的周期不这么简单 一般说起来 它的 period是这个东西 一般 好 里头有一个括弧 一加上 二的平方 一的平方 三平方 二的平方 再加上 二的平方 一的平方 四的平方 三的平方 三四次方 二分之之 看你精确度要取多少 如果你取第一项 那就是蛋白 OK 如果这个都可以忽略 就只有这一项 它就是我们小角度震荡 如果θ相当大 你这个不能够忽略的话呢 那你要取这一项 对不对 如果更大 你就要取到这一项 是这样子 看你这个角度 如果是15度的时候 如果它震荡的角度是15度 你取这一项 根取这一项 它的精确度 相差 0.5% 精确度相差 那这个我们就不去捣它 这就是单白 这两个例题 你们先把它弄清楚 完全了解 那么礼拜三 我们再讲更多 像这样子的一个题目 今天就上到这里 谢谢大家